大家好,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451期时间消息,请进行介绍话题 上周,低调的辽宁边境城市丹东成为热点,6月22日,丹东警方通报妇女两人袭警事件 通报称,6月21日,健康马为黄马的妇女二人先后两次闯卡,被执请民警依法蓝庭 女子郝某拒不配合防疫规定,下车与民警争执,她的父亲上前打击民警面部 通报称,年轻女子因阻碍执行职务,被行政拘留10天,打人的父亲涉嫌袭警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以往有人对抗防疫检查,舆论都会一边倒地支持执法人员 但这一次官方的通报引发了全国的质疑,独工,你怎么评价丹东防疫事件 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事实,现在的主要矛盾是,警方公布了执法视频很难支持通报的行为定性 视频显示,郝某带自己的父亲去医院,有社区的证明,还有当天早晨才做的核酸证明 在冲突升级之前,郝某一直阻拦自己的父亲和民警发生正面冲突,要求父亲回到车里,避免招惹袭警的罪名 确证了警察不愿意放行之后,郝某表示放弃去医院,要回家 但是民警还是阻止他离开现场,爆发了争吵,郝某倒地之后,其父亲才上前挥手要打人 官方的视频没有拍到郝某父亲打人的细节,但是恰好有路过的市民从另一个角度拍下了视频 老人并没有打中民警的头部,民警用胳膊挡住了老人的手,然后主动倒地,用手无脸 还问自己身后的拍摄者,路上了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警察立即站起来,使用了强制手段,然后才有了通报定性的袭警行为 把这两个视频结合到一起看,说执法人员钓鱼之法,似乎是有一点客气了 但是如果说他们诱导策划犯罪,似乎又有一点重了 定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法院,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认 就是他这一套技巧非常熟练,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就能练出来的 如果基层民警普遍采用了他们的执法策略,普通人和执法人员之间就会丧失基本的信任 都会默认对方要给自己设法律陷阱,执法成本就会迅速提高 所以这件事暴露出来的执法作风,值得丹东警方做一次全面的整风 而且当地的司法机构有必要复查之前和这一组执法人员相关的袭警案 要仔细研究证据的来源,如果有问题,那就方案,赔礼道歉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警民关系变成现在美国的样子 就不能容忍执法人员故意制造法律陷阱 2020年,美国一个黑人嫌疑犯被警察控制的时候窒息而死,引发了全国性抗议 之后我们的第128集节目分析了美国警察制度的问题 这里我想再读一下128集的最后一段 美国警察的行动告诉我们,作为暴力工具的警察可以有合理的福利 但是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否则这个工具就会制造麻烦 绝对不能像美国那样,允许警察超越官方组织 私下搞行业工会,维护小团体利益 警察虽然一般不会搞兵电,但毕竟也是暴力组织 如果允许他们联合起来争取行业利益 那必然会挟持整个社会,谋取超额的回报,同时制造社会分裂 除了执法风格问题,丹东事件还是一个最近几年典型的疫情防控问题 我想聊一聊我家里的一件小事 我的家乡平泉市在河北省成德地区 是一个刚刚从县升上来的县级市 西面到北京200多公里,东面几十公里是辽宁 北面几十公里是内蒙古 从我届市开始,家乡对外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就是搭乘北京到丹东来回的快车,也算和丹东有一点联系了 今年以来我家乡已经经历过两次风控了 虽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引人注目 但是也影响了上百万人的生活 其中5月份这次风控持续了几周 县里公布的原则是 里不出,外不进,内不动 不仅城市小区不许下楼 农村居民也必须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差一点就要错过春耕 河北日报转达了平泉市的风控通知 最后一句是 满足群众日常收获需求 特别是孕产妇,婴幼儿,急诊病人,特殊疾病患者的救医需求 切实都劳民生底线 当时我还封在上海下不了楼 吃我自己的背景墙 我看着身边的情况再看看这份通知 觉得家乡的公共员觉悟挺高的 肯定是他们已经从其他大城市的混乱中总结了防疫理论 最起码他们知道必须解决居民的特殊需求 剩下几十万人的隔离才有意义 但是紧接着现实就来检验理论了 我的岳母甚结石发病,疼得死去活来 县医院解决不了问题 需要去承德市区的医院治疗 公立医院不能提供跨县的救护车 只能花上一千块雇一个私人的救护车 才能通过两面的防疫关卡 到了承德,倒是顺利住院了 但是根据规定,就算病情再重 也必须要发热门诊观察24小时 排除新冠肺炎的可能性,然后才能治病 观察期间安排了一次CT 本来我们以为终于可以确定病情了 没想到这次CT严格遵守了防疫规定 只管胸部,完全不涉及其他部位 最后还是过了24小时,才正式进入了指描程序 我岳母运气还不错 节时自己排出来了,很快出院 现在我想转发一段在B站很火的 大明王朝1566影视变段 基层官员王永吉引用了儒家经典 劝说高级官员 推出新政策,务必要考虑对普通人的影响 孟子说圣人看到别人的灾难 能共情到就像自己收纳一样 我到不了圣人的水平,但是反过来还是能做到的 我自己家遇到了现实麻烦 可以推测,全县全省全国的普通家庭 也会依照概率遇到类似的事情 第七四人口普查显示 平权市的常住人口是40万 承德市的人口是335万 五月份静态防疫那几周 需要紧急去大医院治疗的重病患者 怎么也有几百伤千人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立刻找到去大医院的救护车 就算找到了救护车 他们也一样要面对24小时的观察期 要先做一个不负责诊断的CT 我的岳母得了身接时 可以靠止痛要顶一阵 但还有很多急症 等24小时怕是会要命的 从丹东的新闻看 从我身边的事实来看 基层僵化执行防疫规定是常态 居民看病难也是常态 当然这也不是基层执法人员的错 只能说明居民的正常医疗需求 并不受地方官员证实 地位远远不如一票否决的防疫考核指标 甚至根本没有人统计过 封城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治疗不及时而死亡 我知道我岳母在医院等了24小时 我也知道大飞机CR929的副总设计师 没有等到救护车就去世了 能上新闻的 还有5月29日北京市医区32岁的心脏病人 被120急救性拖死 但是全国加起来有多少类似的病例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数据就不会被放进社会模型 不会影响政策 但是政策好不好 只有数据才能来证明 这就是现在疫情封锁无限加码的决策逻辑 中国各地的统计局都有自己的社会调查大队 他们最应该对人民说清楚防疫政策的生命代价 但是现在来看 面对疫情 他们显然缺乏工作积极性 中国最近几年有一个坏现象 就是关于社会政策的比较 往往会被简化成两三种立场做选择题 甚至是判断题 比如说 现在关于防疫政策松紧的讨论 只要讨论超过十条 就会看到共存派清零派的说法 而争论双方也总是会在生命和经济哪个重要的问题上 做哲学讨论 仿佛是一个垃圾导演需要用5000块的经费拍一部电影 所以只能设计几个最极端的角色做到一起谈判 上来就把自己的底牌摆出来 五分钟谈不成就拔刀 你死我活 实际上我们更需要讨论一些定量的操作方式 比如说 让拿到诊断书和转诊证明的人直接通过关卡 到底增加了多少传染的可能性 压缩病人转院之后的24小时疫情观察期 变成12小时 看个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 要求所有的小区都只留一个门出路 会不会因为人流汇集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 是不是应该找一批小区开两个门分别出入 测算风险是增加还是降低 这些信息都应该由国家出面搜集 再分发给各地作为参考数据 避免各地从零开始拍脑的制定防疫政策 随着数据的增多 国家完全可以拿出一套标准公式 根据温度 建筑形态 医疗水平和居民的平均年龄 确定各地最适合的防疫格林模式 把疫情期间的死亡数据降到最低 而不是仅仅要求疫情感染的数字最低 现在各地确定的隔离期和观察期 都是以24小时为单位 没有任何地方尝试把期限准确了12小时或者6小时 这说明各地的防疫模式缺乏优化 没人考虑各种指标的合理性 只有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下层层加码 更进一步说 保人命和保经济根本是个伪问题 因为人命和经济之间有非常清晰的换算方式 经济学教科书上最喜欢的例子 就是在同样的劳动强度下 矿工要比其他蓝领工人的平均收入高 原因是危险性有差异 用他们的预期收入差异去除以死亡率之差 就能比较准确的估算普通人对生命的估值 反过来说 我们有了钱 也可以用比较确定的价格购买生命 很多论文都分析过医疗投入和寿命的关系 在技术水平一定的背景下 富人和富裕地区就是能够多花钱买到更多的生命 商业医疗保险的价格也能反映普通人的生命估值 用钱来衡量生命 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但只有把生命算出合理的价格 我们才能评价现有的政策是否合理 才能找到经济和防疫的平衡点 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人的生命 过去几十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 靠的就是发展经济 不断增加医疗投入 如果经济停滞影响了医疗开支 无论有没有疫情 中国人的生命都会从另一个方向受损失 2020年第一轮复工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东南沿海城市比较积极复工 甚至是市长去火车站去监督迷工 原因是劳动力流动起来 的确会给本地带来更多的GDP和税收 而内地的城市就不愿意配合沿海城市的复工 宁可采取更保守的雏形管制 不在乎居民能不能拿着合法证明到火车站 因为内地劳动力出来打工 不会提高本地的GDP和税收 把它们多管几天 不会直接影响本地官员的政绩 丹东恰好就属于花钱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的地方 所以在防疫政策上肯定倾向于加码之行 但是转移支付最终也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税收 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出面平衡各地的防疫政策 既能保证人民的安全 也要保证发达地区能够稳定交税 这个平衡点应该是通过各地统计数据算出来的 不是通过哲学上的立场推理出来的 所以统计局应该尽早告诉全国人民 防疫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得不到正常的医疗服务而死 以及日常的体检频率下降 对总的死亡率有什么影响 丹东这个东北小城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和朝鲜的城市只隔一条鸭绿江 是中国和朝鲜交流的最主要通道 抗美援朝纪念馆就设在丹东市区 5月25日丹东宣布 中口推迟到7月26日举行 全境接中了封控状态 6月13日 丹东已经逐步放开了一部分封控 全市大多数区域都是一般防范区 但是沿着边境地区有提及防范区 防疫模式说明 这一轮丹东的疫情源头指向对岸朝鲜 6月22日 诱导性的袭警事件曝光之后 丹东很快又下调了防范级别 6月24日发出了 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知 通知特别要求不接触江水 不游泳 临江居民的雾霾天和雨天不开窗 这说明最危险的东西 就是来自于朝鲜的水 朝鲜的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 而且国内没有什么流动人口 也没有繁荣的商业物流 按照前面提出的规律 朝鲜应该是最不在乎经济 最敢于实行严厉防疫措施的地区 疫情爆发以来 朝鲜甚至多次彻底切断了外貌 避免接触病毒 一度朝鲜被称为 全世界唯一没有疫情的国家 但是朝鲜最近几个月的事实证明 放弃经济发展的绝对严防死守 没有什么意义 4月末朝鲜官方间接承认了疫情 到了5月25日 就宣布有300多万的发烧病例 中国要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人民 就必须严肃收集防疫期间的各种数据 拿出量化的防疫方案 在经济和防疫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疫情刚刚爆发的2020年1月31日 我在第71期节目引用过一个新闻 全国都紧缺口罩 但是中国三大卫生材料基地之一的 河南省长元市 怎么也增加不了口罩产量了 原因是材料不足 上下有企业和物流企业停工 产量被打断了 周边的地方优先抓防疫指标 只关心本地居民上街能不能买到口罩 但都不愿意承担本地先复工的责任 都希望是其他地区先恢复物流 恢复交通 给自己生产口罩 结果就是谁也买不到口罩 2020年的例子说明 用防疫指标对地方政府搞一票否决的考核 放任地方随便加码隔离政策 最终反而会导致防疫体系整体崩塌 迫使居民和病毒共存 所以如果真的有纯粹的清零派和共存派 这两派的立场应该相差很少 甚至就是同一批人 如果不希望社会政策是一根棍子 只能在两端之间做判断题 就应该早一点给人命算出合理的价格 尤其是要用同样的价格 去衡量新冠病毒制造的死亡 这样才能制定最合理的防疫政策 保护最多的中国人 回到丹东这次所谓的袭警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版本的事实 官方通告 执法记录视频和路过热心视频拍摄的视频 这可以让我们得出差距很大的结论 所以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很重要 但是人民群众自己拍摄视频监督也很重要 2022年是短视频时代了 普通人也具备很丰富的导演知识和编辑能力 以往就有很多人用剪辑过的视频引导舆论 这次也有表演能力很强的执法人员 充分利用了规则和技术工具 给人民挖了法律陷阱 而且他们很明显是熟能生巧 已经身经百战了 所以在公共场合的执法行动中 就应该允许双方都摄影存档 也允许其他人拍摄 避免其中一方只展示部分信息 用剪辑过的内容去碰瓷 如果执法人员以保密或者其他理由为借口 阻止在场的人拍摄 我们用充分的理由怀疑 事后发布的信息不完整 更进一步说 再好的拍摄也不如自动记录 我往期的节目一直说 现在城市有太多的复杂空间 而且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活动自由 日常安全和绝对隐私 这三件事在逻辑上不可兼顾 既然我们又希望有自由活动 又希望有安全 那就必须放弃部分隐私了 446期节目 我提到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我当时说 这次唐山事件全国曝光 不是因为行为有多恶劣 而是因为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产生了普遍的感性共情 如果只是靠记者的文字描述 我估计影响力 连现在的千分之一都没有 如果让记录数据的单位 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数据 不仅有数据滥用的危险 还有封锁数据的危险 这次唐山的案件 视频并不是从正常途径流出来的 这说明受害者 自己并不能要求政府 必须向公众展示现场视频 你如果想要公共机构保护你的安全 就必须承认 要有一个公共机构 能够记录你民隐私数据 现在再看丹东事件 我还是一样的结论 碰瓷风险只能通过 更全面的信息记录来解决 同时我还在446期节目提出过建议 国家建立独立的信息管理机构 由人民代表监督信息使用方式 否则就会有人滥用数据做坏事 或者封锁数据掩盖坏事 上一期450期 我用一整期分析了滥用数据的 处罚力度问题 现在看来 这的确是阻碍中国进步的 标志性恶劣事件 可以在未来的中国历史教 才能单独占一样 接下来我分享几条简讯 411期节目 我介绍了新疆用老式运武飞机 改造的无人机货运业务 但是运武飞机 毕竟是1946年设计的旧货了 新的无人机时代 还是需要新机型 6月18日上午 航空工业伊飞院研制的 TP500无人运输机首飞了 指标是500公斤标准载动 500千米半径的无人驾驶货运覆盖 最大航程是1800公里 这是通用型的无人机 符合现代民航施航要求 随着安全性增强 以后公文机快递业务 就能走出地广人气的新疆了 6月25日 江西上澳市一群孩子的河里玩水 淹死了4个 同一天 四川中江县12岁男孩溺水 两个成人去救都没能上岸 6月26日 海南林高县9个学生到海门钓鱼 只回了5个人 死掉的4个都是中学生 现在暑假还没开始 未成年人的溺水浪潮已经先开始了 这个暑假天气热 必须给未成年人安排好去处 这里我要表扬一下武汉的政策 游泳场馆向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了 22天的免费游泳服务 陪同的家长也只是象征性收费2元 但是反过来说 强制家长陪同 还是限制了学生自己去游泳的自由 还是可能导致学生到野外去玩水 暑假带孩子玩的任务 不能留给要上班的家长 必须由国家派专制人员管起来 好 451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到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我们周三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